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人名天下 不仅是因为磁土神奇 技艺高超 还在与它得天独厚的昌江水质 岐水借山势落差 带动水堆粉碎磁石 人们沿河制摇 巨摇成势 历经千年而不衰 从唐代开始 中国的磁器在昌江水道装传起运 进入鄱阳湖 行雨久欲 诗集外扬 形成一条水上陶磁之路 长江给了这个锦德镇的出现一个最重要的通道 它通向世界 让世界之道磁器 是通过长江这条水路出去的 其实文化和手艺都是通过这条河 通过这条江去和世界对话 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布着中国最大的淡水湖群 浦阳湖 洞庭湖 太湖 潮湖 它们具有调蓄洪水 净化水质 维持生态平衡的神奇功能 如同长江之圣 与长江连为一体 构成地理上著名的江湖关系 湖泊实际上跟长江的主干流 实际上之前是有天然的一个联系 我们的江湖 江湖是一个一体的系统 自然的演化是一个非常和谐的过程 当然这种和谐也是经历了千百年 甚至万年尺度所演化过来的 它自然是这样 就算它的中心 但有点准备 小语要能是第一次的 刚才到达山 处理 是怎么办 也有点准备 因为 意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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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長子 早已不負當年八百里的壯美景象 人類的肆意開發 又給它添了百孔千瘡 從楚國人越過長江向南發展 這已經形成了一個 實地開發的洞庭湖的模式 就是向水面要糧 向水面索取生活物質 那麼這種開發模式 一直到我們計劃經濟的年代 那就是上下2000年吧 就是它對洞庭湖的整個水面的萎縮 湖體的萎縮 也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泥沙淤積 圍湖造田 洪澇災害 劫責而餘 幾乎成了伴隨近半個世紀 洞庭湖的關鍵詞 長江之甚的健康狀況不容樂觀 人要給水出路 水才給人以活路 那麼就是我們現在發展生產 就是不應該以犧牲環境 以犧牲生態作為代價 如果說你不需要自然條件的話 你要去改造自然 這眼睛可以取得一些利益 它是像牆位來講 它必須受到自然的精華 河大明是東洞庭生態保護協會的會長 協會成員幾乎都是當地的漁民 在洞庭湖上 一無尋滬 是他們每天必須要做的工作 河大明 祖輩三代都是洞庭湖的 在洞庭湖上的漁民 他從八歲起便跟隨父親在洞庭湖捕魚 親眼見證了洞庭湖四十多年的滄桑變化 眼見著洞庭湖生態環境急劇惡化 江豚數量不斷減少 何大明他們開始反思漁民作業的方式 是2003年的時候 我在一次捕魚 捕魚發現了一對漁藤母子 被那個碗藏住了 當時我去救了這個小漁藤的時候 他在抹漁藤他不走 他冒著是一面威信 就在我身邊 我下去救漁藤的時候 他來頂我 我覺得他那時候 我真的很震撼 我說我們還是人 我們是漁民 是吧 漁藤都有這種偉大的母 我啊 胡客說我們人呢 是吧 在那時候一起我就發誓 我說我用最大的努力 我要來保護我們的母親戶 從此 何大明和幾位漁民 自發組成了巡湖隊 救助受傷的野生動物 宣傳生態保護知識 勸導漁民放棄非法的捕撈手段 十幾年的堅持 何大明在當地已頗有名氣 去年更被推舉為 洞庭湖民間總湖長 春近一丸子 秋收一旦魚 春季近餘期的洞庭湖 看似風平浪靜 其實暗勇潛藏 這叫蝦籠子 是專門捕龍蝦親蝦的工具 一些漁民為了牟利不惜挺而走險 偷捕行為時有發聲 作為一支民間組織 他們並沒有執法權 在違法現場 他們能做的只能是口頭勸阻 然後舉報 還好 漁政部門的執法船 正好趕到了 執法人員將把船帶回岸邊出發 蘆瑞蕩 河道縱橫交錯 宛如一個巨大的水上迷宮 趁著夜色和地形 偷捕分子和志願者 玩起了游擊戰 憑著多年的經驗 何大明他們決定對這片水域 進行一次地毯式搜索 很快他們就發現了非法捕魚工具 當地人管這個叫地龍王 又稱絕種龍 不論大魚 小魚 蝦米 只要鑽進去都是有盡無出 對水下食物鏈及生態環境 造成嚴重的破壞 何大明他們的異局 也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 不过 14名巡逻员 早已签下一份生死状 如有队员在巡逻时遭遇不测 他的家人将由其他的队员照顾 对家人有个交代 对自己也有个保障 每当我队员里就说 我真的想要心痛 因为 我也不能怪他们 因为他们也做得够多的了 他们没有医务 没有责任要做 但是他们发出内心 他们娘子已经做了 就是非常不做的了 我说这事也没办法 自己所做的这么多年 也做到了这么多城市 看到了洞宁佛的神的恢复 我说我们的梦想快要实现了 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只要洞宁佛能够恢复到 不管是我小时候 恢复到洞宁佛的十年前 也够了 是吧 宝宝 ? - 玉米粉- 一年365天 他们有300天以上 是在湖上度过的 他们就是用这种坚韧 而又朴素的方式 在洞庭湖竖起 民间生态保护的大旗 上世纪五十年代 唱遍大江南北的 一曲《流洋河》 将这条秀美的湘江之流 带入了人们的视线 当地的农民 正在湖南省农科院 专家的指导下 释放道明赤眼峰 释眼峰是一种专门 在昆虫卵内寄生的 昆虫天敌 体长不到一毫米 人的肉眼很难察觉 张玉竹 是杂交水稻创新团队的 核心成员 他主要负责水稻高产高效 与绿色生产技术的 研究与示范 从2008年起 张玉竹团队开始了 道明赤眼峰的研究 如今通过实验室大量繁育的赤眼峰 以成功地被用来防止各种零翅木害虫 在害虫里里面产一个呢 它把害虫里让杀死 然后它自己就长成吃眼峰 应该说是很强大的一个性的物种 寄生率也很高 实验性也很强 它又来高温又来地温 湖南省作为我国以水稻为主的产粮大省 水稻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各种作物首位 但一直以来 该地区水稻害虫防控仍以化学农药为主 农药使用量居高不下 这个刀田呢 它本身是一个整体有机体 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微生物 就是说它实际上也是一座工厂 那么我们大量地发费使用之后 就导致了投氧微生物 这个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科学家发现 农药在杀灭有害生物的同时 也杀伤了有益生物 产生了抗药性的害虫 在失去了天敌的控制后 往往变得更加猖狂 它一般来说 以前我们有实际药素 打下就是这个苗长得非常非常好 现在后面到12斤 15斤 甚至20斤有的效果不怎么样 它就是说这个田间 它的利用率也在降低了 所以老百姓它就是说 反正肥料也便宜 它就多打一点没关系 多打了之后实际上这肥料出哪了呢 第一部分是非发了 还有一部分大量地进入了水体 这个导致了水体的污染 这是更重要的 在国家大力倡导绿色农业的背景下 水稻生态栽培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 张玉竹团队尝试将盗鸣赤眼峰 与蛙类新型易害虫分离式杀虫灯 统一成一个立体模式 最终集成了水稻绿色生产 风蛙灯技术 一个点放一千到两千只 这种幼蛙是比较好的时候 放蝌蚪它在田里面它也比较容易 你就主要就放在这个 主要放在这个钩里面 刘阳市北盛镇边州村 这里成了首批风蛙灯技术示范店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村主任许松林面临巨大的压力 刚开始住的时候 老百姓都还等着看笑话一样的了 都在跟我讲 背里都在讲我 你看上这个种田的话 不用化肥不用农药 你看到到时候是不是绝收啊 一滴骨子都收不到 好像觉得我有点像个傻子一样的 许松林跟村民 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 湖南省农科院也拿出科研经费 第一年进行免费示范 还是有一个观音转变的过程 那么它搞了一年之后 那他们就不要你再次跟他说了 他这个东西真的好 村主任许松林 曾仔细算过一笔账 他将农田收入与支出 和过去做了番对比 发现水稻产量虽然比过去低了 但实际收入反而比过去高了三四倍 其原因主要在于 有机稻谷的单价可以卖得比较高 另外还有额外的养殖收入 这个事实彻底打消了村民们的顾虑 纷纷占到了有机种植的队伍中 因为有机水稻种植的话 它不使用化肥 不使用农药的话 它是适合泥丘 青蛙 鱼 龙虾 螃蟹 适合它们这个生产的 而且它这个生产在下面的话 它又可以起到除草的 松土的 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其实都是相互相成的了 在这能够把它的效益 把它扩展到最大化了 科学家们在推广 绿色生态技术的同时 还拓展生态养殖 在培育好稻田生态环境后 最终建立起一种 高效立体的重养模式 就必须要 包括我们的技术人员 我们的老百姓 我们的社会团体 包括中顶大户 协会等等 这些东西包括政府 大家一起来 共同来维护这个东西 我们才能够 做到一批的一批的做 我们也不要求 不强求说 满源开发 这是基本上不可能的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 我是做一批 就把一批做好 把一批做成 长江流域 诞生了最早的农耕文明 水稻栽培历史悠久 江西省上寮市万年县 仙人洞和吊筒环遗址 这里是现今人类所知 年代最早的稻作起源地 距今已有一万年 像长江中下游 这是我们传统的商品粮基地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 像破阳湖平原 洞庭湖平原 江汉平原 太湖平原 这个自然给整个长江流域的 一种无比的馈赠 就是一座湖 它围绕一座湖 那就是这种水草丰美 是吧 鱼米之香等等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鄱阳湖 每年十月至次年三月 鄱阳湖水落滩出 丰富的水生动植物资源 吸引大批候鸟来自越冬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之一 这里栖息的湿地鸟类 达三百多种 被称为候鸟王国 如果是在长江里面来比的话 和三无多样的自称是独特的 你像白鹤 和一些金兮鸟的 它治愈的博洋湖有 因为冬天湖都很少了 全世界大约90%以上的东方白贯 也是博洋湖的越冬 所以这第一个猴鸟 完成它的生活史 博洋湖是起的决定性的作用 冬子李村 位于鄱阳湖一个不起眼的小岛上 整个村其实只有一户人家 年育古稀的李春儒 既是家长 村长 也是一岛之主 恰逢端午节 李春儒带着全家老小 遵照着传统民俗过节 每天李春儒都要 沿湖步行巡护 观察候鸟的动向 过节也不例外 在他手里救活的候鸟已经有数万只了 当地人都亲切地称他为候鸟医生 李春儒家屋后的小山 正栖息地称他为候鸟医生 李春儒家屋后的小山 正栖息地称他为候鸟医生 李春儒家屋后的小山 正栖息地称他为候鸟医生 陀阳湖的候鸟不仅数量多 越冬栖息时间长 而且以多种世所罕见的真情 而举世闻名 这山栖这种全部是鸟 我这个下口鸟 大鸟条鸟加一来 建议五万了现在 这个鸟仔啊 现在四个剩下一个 一个在这里没有走 这是极懒的鸟 极懒的 它不容易走 它要让妈妈爸爸妈妈给来喂食 这就有一个鸟 现在它刺下去了 将来妈妈妈妈在外面 它将来喂食给它吃 自小在鄱阳湖边 看着候鸟长大的李春儒 对候鸟有着特别的感情 在过去 当地常常有猎杀候鸟的事情发生 这让爱鸟如命的李春儒 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这个三要混四要混 这两个鸟要长一走 现在没有人 现在它们不赶头了 这个鸟多大了 它都不了 它主要是流鸟汤 这个鸟带走带不走 叫叫叫叫 这个鸟带它带走 呼发呼发 麦克皮尔 起包那个 对于候鸟来说 危险不光来自盗猎分子 又是极端恶劣的自然天气 也会对它们造成伤害 昨夜刚下过一场暴雨 这让李春儒很是担心 已经倒掉了 已经倒掉了 倒掉了 不要紧吗 它掉下去了 掉下去了 掉下去了 你看啊 里边 慢点做一点好 做一点好 六十二个做到 照顾叫下哈 这叫中喷嚕 我这待会医院检查 待会医院检查吗 对对对 2013年2月 在众多爱鸟人士的资助下 李春儒成立了中国首家候鸟救治医院 虽然整个医院现在只有他和志愿者徐小华两个人 在外人眼里设施也颇为简陋 但李春儒已经非常满意了 这里 这个刀子没有力 这个刀子上了 这个不行 李春儒给这个受伤的小家伙 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后 决定再注射一针抗生素 防止感染 李春儒早年曾当过医生 算起来 他从事候鸟救护工作 已经长达37年了 这些刀子 刺掉人或刺掉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有个穷隆的基因 是什么 热小卢 是吧 刺了那些改保生理跟人不一样 但是那些化病机制 病例变态传播卢经是一样的 所以我这个人意思 现在变成鸟意思了 随便看这些都可以 这里是给受伤的候鸟们 特制的病床 他们将在这里等待伤芋放飞 它这个两边的脂巴空了 空了 如果全部掉下来这样 这样都是我围定一个了 这鸟相当人的 两巴多岁了 它是高龄 高龄老人 李春如有个习惯 那就是为每只他救治过的候鸟 写病例 病例上检查体征 医主记录 甚至出院小结等 应有尽有 丝毫不逊于正常医院的诊疗记录 每天的巡护虽然枯燥 但李春如眼中的护鸟生活 却诗意盎然 我是先喜欢鸟 后喜欢诗 你看 升红火场露仙草 夏日荷花鸟各有 这么多荷花 这么多鸟 修梁旧荣文雅里 东汉小票何书鸟 这就是 跑远古的诗情世界 这么多年来 李春如写下了一千来首诗 都是对人鸟和谐景象的描绘 与欧歌 在那方纯净的精神世界里 有湖光烈焰 万鸟欢腾 有离恨孤愁 思鸟心切 他用诗歌的浪漫 打造出一份独有的 婆湖风情 山上露仙下的狐狸要求度 这就是我的生亡方式 至于我今年的打算 那鸟能藏在候鸟即生 洞庭湖湿地 是候鸟 麋鹿 江豚等野生动物的 重要栖息地 过去 由于长期呈现工农业废水 生活污水 洞庭湖湿地水体受到污染 生态系统负营养化现象 一度非常严重 危及了野生动植物的生存 在广袤的洞庭湖区深处 由一群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者 他们扎根洞庭湖湿地近十年 为保护洞庭湖区的生态平衡 和生物多样性 把脉诊疗 等一下 把水放开 好 好 这高高的我们放下去了 不放下去不行了 这盆草坏掉了 这还有一株 这个是什么 这一个是银子菜 这个外界的水的环境 对纯水植物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种植物的话呢 如果水质不好 这种植物就基本消失了 这枯草 枯草是吧 枯草 素有水下森林的美誉 它们对于净化湖水 保护生物多样性 都极其重要 然而 这些沉水植物 会随着湖泊负营氧化进程 发生衰退 甚至消失的现象 因此 它们的出现与否 往往被看作水质 是否改善的重要依据 周边的这样大小西湖 原来长满了沉水植物的 过几年之后 一棵都没有了 就是原来有大明确沉水植物 分布的地方 现在都没有了 那么由此所带过来的 要以沉水植物为石的 后两 就慢慢慢慢不来了 从2009年开始 中国科学院在洞庭湖区 建立了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 观测研究站 为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的修复 提供科研技术支持 在谢永宏看来 洞庭湖地生态系统修复 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的团队必须补上其中重要的一环 修复洞庭湖水下森林 在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花粉池 污水池 就是床不拉钩的地方 其实它这里面的污水很多的 这篱笆都是黑的 水生植物一般分为停水植物 浮叶植物和沉水植物等 科学家根据水体水质 有针对性地搭配水生植物 有效增强了制污能力 比如水葱污水净化能力强大 花叶炉竹可以有效去除 水体中的氮磷等污染物 浮瓶能大量吸收 废水中的重金属元素 而枯草则能有效抑止 浮游藻类的生长 通过慢慢地处理处理 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达到了 一个静抗生态系统的水平 应该说是恢复的还算比较好 有水也很轻 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 科学家让多年未见的水下森林景观 得以重现 2017年 湖南省还相继开展了 沟渠塘坝清淤 秦畜养殖污染整治 河湖网维养殖清理等五大专项行动 如今 洞庭湖湖区的水质 已经得到了显著改善 太湖 中国第三大淡水湖 江南之美 太湖游慎 太湖之美 美在湖水 然而 太湖的蓝藻让人触目惊心 每年夏季 仅在江苏省无锡市 每天就有超过千人 专职打捞蓝藻 事实上 从2007年太湖蓝藻爆发 到2017年的十年间 江苏省为治理太湖水质 投入资金超过一千亿元 主要是小花工 小电镀 这样一些企业 三万家 对于一些没有治理措施 或者治理措施不健全 毫不留情 间接关闭 不管你能占多少钱 能产生多少的GDP 都统有关掉 你一定要带动整个 取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法来做 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 政府 企业 公众 共同参与的 所以我们一直把政府 企业 公众 共同参与的 一个环境治理模式 叫做一个环境三角 随着十年太湖治理 一批生态文明建设新制度 新方法应运而生 当下风行全国的合掌制 就发源于太湖治理 你看看 这边有好多好多小鱼 吴满堂 湖州长兴县主山村党支部书记 合掌制的首创者 作为主山村内六条河道的大家长 村支书吴满堂 常年保持着每周二巡河的习惯 在清河的当中呢 比如说你发现问题 或者水质好 这个我们马上把那个照片拍下来之后 就可以上传 上报到县街合掌 通知那个专车保健 或者清延支援者来清理 车竹岗长约三千米 当初为了河道治理 县政府在2003年 效仿路掌制建立了河掌制 对这一新生事物 一开始主山村的村民并不理解 用为只是搞形式主义 你这样子跑有什么用 你这样子跑 天天跑能坚持多久 这个都是一系列的问题 三分治 七分管 经过15年的时间 在历任河掌的共同努力下 当初污水横流 文营滋生的状况成为过往 主山村又回到了很多人记忆中 清秀的模样 老百姓看到了实在 那个水真的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尝到了天头 以前人家往城里跑 现在城里人往山下跑 如今 滬水已经不仅仅是村干部的事情 主山村不少年轻人 自发组成了何小青志愿者队伍 他们深知 只有人人参与置屋 才能使绿水长流 绿水青山要永远保持下去 永远地守护好 这就是我们主山村人 所有的愿望和幸福感 如今 湖州已建成市县两级 核掌制信息化管理系统 实现了巡核轨迹实时化 巡核记录可追溯 巡核日志电子化 核掌制也从太湖走向了全国 2016年12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 关于全面推行核掌制的意见 2017年元旦 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年贺词中特别强调 每条河流要有核掌了 2018年4月25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岳阳 他查看了东洞庭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状况 还考察了被誉为洞庭湖 及长江流域水晴晴雨表的成林基水文站 习总书记音音勉励大家 继续做好长江保护和修复工作 守护好一江碧水 长江这条神奇的长河 不仅拥有万里流域 更拥有万里画廊 不仅具有瑰丽的景象 更滋养着生生不息的生活 一条江托起一个民族 一片湖安定千万民生 在中国人的心里 江湖是家园 是乡愁 也是归处 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江湖协调 江湖两立 就是新时代的江湖关系 你从歇山走来 春潮是你的方才 你像东海奔 你像东海奔起 你像东海奔起 不一个子儿女 不一个子儿女 你像东海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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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连长江 你有五心的情谎